哈囉大家好 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兒 我們今天又要來羞恥的舊物開箱了 我們今天翻出以前穿的衣服 看看就是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我本身衣服真的慘不忍睹耶 我很多都丟了 所以我大概貢獻兩件吧 我什麼都留著 你看我面舊 可是你真的會穿嗎 會 什麼時候 我老媽啦 會 你怎麼會看到幾件某幾件的說法 你剛剛拿出來 我是看到有幾件是大學的時候 我看你穿過 呀 那倒是國中時期的喔 你看我多省啊 因為你知道人漂亮穿什麼都好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看待會她Erika呢 穿上去會變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哇 怎麼樣 我竟然穿著喔 欸 這我小時候很喜歡耶 豹紋帽T 你現在敢這樣走出家嗎 敢啊 不能全套啦 全套有點太可怕 就包含這個 蛇皮紋內的阿褲 喔 這是蛇皮紋喔 應該是蛇皮紋吧 我現在才看懂 我真的覺得有點太屌了 這是我媽買給我 但我從來沒有穿過 厲害吧 就跟我家狗一樣瘋狂 所以你們以前穿這個 穿熱褲嗎 嗯哼 一定要穿這麼短 然後穿很高的高跟鞋 家裡的人OK喔 沒有人知道我這樣穿出來 那個時候我就是個辣妹 你看辣妹就是要買這種 你的臺院啊 辣妹就是要這種 豹紋襯衫有沒有 這個紋路比較OK 就有點too big 好像也是名店買的耶 西門町名店 我也曾經在 五分埔名店買過 潮店算名店嗎 還是你的名店不是說那個 我的名店都是那種貴的 不是啊那時候有一系列 潮牌的名店啦 你知道嗎 這什麼炸彈的啊 那個 AP APP 不是嗎 你用猩猩那個啊 還有那個 SEXY DIAMON 啊 SEXY DIAMON 我想到了 SEXY DIAMON 這個是什麼啊 我覺得這件還OK吧 現在還可以再穿吧 我覺得 好好搭這件好像可以 對不對 是是 所以其實 我以前眼光不差 這件好像是就是網美會穿的 雖然我是沒想到上面要搭什麼的啦 我覺得可以搭 白色背型 然後絲襪高跟型 金產台 小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買這種奇妙的洋裝 天啊 這很像是我表妹會穿的 林家女孩穿的 對啊 林家女孩粉 這很不適合你啊 所以我應該是什麼粉 你就是 可能是這個 蛇 蛇皮紋 蛇皮紋 我覺得這件也還可以啊 真的假的 這件其實我沒穿過耶 我有一陣子就是一直在幻想 自己可以成為那種 呃 有的啊 古著風 那我發現這東西真的非常不適合我 這次影片結束也是歡迎大家 跟我收購我這些衣服 如果適合你的話 因為有一些其實它也不是不好看 其實不適合我 這也是超經驗 而且這件我覺得蠻好看 只是因為現在就不流行 這件哪裡好看啊 OMG 這件蠻好看啊 哪裡好 欸我實在是很不懂 屁股有字 我從小時候就無法理解 很性感 因為這件是我之前跳舞的時候買的 我想到了 這件是我去那個選優良學生比賽的時候 我跳了一隻就是要彎下去 我想你應該沒有選中吧 欸我選中了 蛤 優良學生選的根本不是你產階好不好 他選的是你人氣高不高 這個十字架是怎樣 以前什麼衣服都要十字架啊 有沒有 質感很好 還有十字架項鍊 男生的 一定要 然後還有褲子那個鐵鏈 哈哈哈哈 我們以前很流行去買椰點子 還有破桶爛鐵 破桶爛鐵不是賣飾品的嗎 去那邊買一些手環啊什麼的 來配這些衣服 噢天啊 OMG 時代的眼淚 我還好耶 我好像沒有經歷這部分 因為我從小就不喜歡那個 大家等一下看他的衣服就知道 他是走屁孩的路 哈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進行下一個階段 那你覺得你的比較可怕還是我的比較可怕 我覺得我的 這個花紋是那個時期很超容易撞的 你如果穿得出去你每天至少撞一件 搞笑對女生來說比較還好啦 現在很常會穿在身上 綁在腰上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不算是個 會推流行的東西吧 怎麼樣呢 你現在知道我剛剛有多不爽吧 這應該也還OK吧 跟這同期吧 就很流行 顏色鮮艷的然後全素的外套 就一定要這樣 幹 這舞色一定要這樣穿啊 可是我們那時候表演也有搭買一件 就是亮紅色的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什麼事 那是不是fantasy啊 色褲也很經典啊 一定要有很多這種口袋啊什麼啊 線啊 這是男生的 女生就是要穿緊的色褲 短的嗎 沒有長的 男生也有 好像男生就是很緊然後顏色又很亮啊 女生就是要穿那個 然後上面配一個長版的T恤 我們現在都沒有人在賣色褲啦 沒有 以現在我還可以穿我阿嬤的衣服來回推的話 就到我們孫子孫女那輩 色褲也會再出來 所以我可能再放了20年 他就又有價值了 好啦我們現在要換下一個主題 好下一套 哈囉 這就是這萬年不敗的運動風嘛 現在還是有人穿這個吧 有嗎 有嗎 然後他一定要很滑啊 各種徽章啊 然後亮亮的啊 這件也是我真的覺得很屌 我以前真的是辣妹 完全是辣妹 爆炸端 然後我包裡面真的是穿什麼 比基尼嗎 就這樣子 我以前超過這種很辣的衣 好酷喔 我以前超普普的 我以前這個防害風化 以前有流行的你知道 台皮的T恤 泰度 喔對 那是黑人哥哥戴琪的風潮嗎 對 那時候因為黑社會那是紅的時候 大家都要買泰度T 可是我沒有耶 我也沒有 對 你在叫什麼 那真的就很紅啊 然後大家都有 全是接受泰度 然後各種顏色 粉紅色啊什麼的就 最紅的是綠色 現在正在看的人 然後正穿那個泰度T會不會傻眼窩 沒有人在穿了吧 趕快脫下來好不好 現在比較流行的 應該是在穿youtube的衣服 把我到處看到 那這件跟我剛剛紅色的那個運動外套 我覺得兩件你都不能再穿啦 制止我 在把我以前衣服拿出來穿在路上走這樣 或者是繼續穿我阿嬤的衣服 在街上趴趴走 我覺得阿嬤可以 阿嬤可以 就你剛剛講那個 喔 時代的六轉 那件粉紅色的帽子還可以再穿來拍片嗎 上面寫Erica 其實它上面是寫America 只是因為我胸部比較塗 所以就是中間 你不要這樣講 就看有沒有把你的穿搭定到一個位子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那麼急著丟衣服 那件衣服就是看你怎麼好好搭 它都是會有它的靈魂的 比如說你看這件就是一個針織衫 然後像沒有縮口 這個好開喔 變平口是嗎 它不能到平口 它可能就寫一件 喔 天啊 不要吧 好 丟掉了 其實大耳平常眼光比我好 因為我常常出席 一些重要的活動衣服是他挑的 我覺得這邊有一點trouble阿 喔 這好像我家以前吃飯那個 我是說防蚊照嗎 綠色的那個嗎 這件其實還OK啦 這金蔥的部分 我有點不知道在幹嘛而已啊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這種金蔥 然後還拿去做像牛仔褲了 Oh No 我覺得這件還滿特別的 這件我會穿阿 肩膀是這樣子樓空露出來的 過時嗎 我覺得一樣是看人 反正就是什麼衣服穿我身上 都是可以的嘛 其實也不是這個意思阿 我是說 我知道啦 就我不需要花太多製裝費在我身上 所以大家才會說 Erica怎麼又穿一樣 Erica的戰服又跑出來了 怎麼樣 因為我比較窮一點 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買那麼多衣服 所以如果有什麼廠商 想要找我贊助的話 完全是OK的喔 這樣那個 我們兩個歡迎在 Erica Big Ear 的信箱 跟我們諮詢聯絡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喔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輔導 掰掰 謝謝大家掰掰